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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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是你把他轰走的 你俩帮我把他给找回来呗 你自己找去呗 对 你又不是没长嘴 你看你俩这话说的 我是诚意请你们来把公司搞起来 公司马上走上正轨了 到时候就兑现咱们的承诺了 我知道今天都辛苦了 有点小意思 你们帮我把谢总找回来 咱们好好干一番大事业 想一想你们以后有权的样子 这是一个能改变你们人生的机会 这些能改变你们的住戏 好 篷子 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 好 吃完了 那财来呢 你没泡上谢饼 他刚走 你看我 我跑了一趟 那拿那么多干嘛呀 就他一个人吃 穿着 没事 你 尝一口 我跟你说 我这做了三十多样 这我挑几家拿下去 音音啊 你看 音乐 你是活服吗 叔叔不是活服 叔叔会发动群众 来 这饭菜都消毒了吗 都消毒了 严格按照程序走去 但是呢 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刚从急救市出来 就能吃点 不带油的流食 是油 剩的 咱们大家可以一起吃啊 师傅 一会儿吃 但是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都是邻居们 帮我做的 听说孩子病了 人家 都想帮他们一把 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人多力量大 来 来 都来吃饭 我让你去陪吃饭 你干什么 我每个人都要好吃 тут 是 想帮我 何个人都要吃 宽散 好 铁哥 猴子 你底儿太正了 我们 过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听好的事 都让我讲个慌了 啥慌了 你知道后来发生啥了吗 看真是啥 钱 真好 李大妈 给我拿几瓶啤酒 在那儿呢 我问你个事 就那个愣头愣脑那小子 是你朋友吧 对啊 他是不是到您这儿了 他来了 他呀 动员我们全街道啊 这帮人啊 给你家那孩子做饭 那些菜是你们做的 是啊 说你家孩子没人照顾嘛 把这个街房啊 做对饭全给送去了 结果你家孩子真有福 谢谢啊 对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他说去医院送饭去了 这也太丰盛了吧 你是 我是来给宁宁送饭的 然后菜带的有点多 拿这儿来你们都尝尝 沈医生还在喂宁宁呢 她还在那儿呢 这也太丰盛了 我尝了 等沈医生回来再吃吧 那也行 那洗手间去哪儿 那出门右转 洗手 沈大夫 我特意给你买那家学粉丝汤 沈大夫 何医生 沈大夫呢 忙着呢 今天是啥日子啊 这么丰盛啊 丰盛吗 这就是普通的便餐 一个普通的便餐 十多道菜啊 你不行了吧 有人比你狠 把食堂都搬过来了 这人是谁啊 想知道吗 不告诉你 这是给你送的 我吧 也不是传闲话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完 你不能跟别人说啊 我保证 给沈童送的 有对了吧 人呢 洗手间的 沈大夫的菜 是你给送的 是我啊 我跟你说话呢 我点事呢 是你啊 是你啊 这我们满医院都在找你啊 昨天还给我女的来找你的 我女儿 是我女儿 她在哪儿呢 你跟我来吧 在我办公室呢 到了 我女儿在里边啊 在里边 女儿啊 女儿 大夫 大夫 你把门锁上 干啥呀 我女儿没在这儿啊 先生 你就在这儿等着啊 我去找你女儿过来 不是 我跟你一块儿去 请你一定要配合我 因为呀 你现在还在失忆当中 如果你走丢了 医院和我都要负责任 再说了 你的女儿也会见不到你 所以呢 你就好好在这儿等着 不行 我不能在这儿等着啊 我有好多事还没办呢 我得找到我女儿 我得弄清楚我自己是谁啊 你开门行吗 我再次警告你啊 如果你不配合我的话 你的女儿就不会来见你 那个 对了 明天我还要给你做个检查 你好好准备一下啊 我不检查 我这都挺好的 你别开呀 你快把门开开行不行啊 你这傻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我带着你要干啥啊 至今马戏 先要在你身上 你把它装得了 红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啊 每次来一杯清茶之后 烦躁的心情就会安定下来 忘记了繁华都市的那些烦恼 享受着这里带来的清闲悠然的自然意境 日本料理嘛 吃的是食材 文化和意境 代价就是一个字 贵 我们不能天天来 今天还是沾了陆总您的光了 你喜欢这里随时带朋友来 提我的名字就行 陆总您太客气了 我是有点受宠如今啊 喜欢就来嘛 在这里聆听内心活在当下 来 吃 尝尝这个 来 您来 谢谢 我外甥的事就拜托你了 年轻人嘛 你都栽培栽培 我明白 您有什么吩咐 你就尽管说 您呢 您呢 毕竟是这个节目的冠名商 但是您的意见 很重要 也不是我很重要 我外甥还是不错的 送他去国外很多年 底子还是有的 快吃 谢谢 谢谢 喂 大哥 按照您的吩咐 那些纺织的面膜 我们已经想办法 弄到了超市和商场 好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明白 陆总 您也喜欢高尔基的书 对啊 这是激励我们这一代人的作品 贾富以前也读高尔基的书 是吗 在 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积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的飞翔 来来来 赶一杯合作愉快 谢谢陆总款待 来 爸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沈阿姨说 你可以做骨髓移植手术了 我们终于可以见到曙光了 爸爸想没有钱做手术吗 爸爸勇敢了一回 这一次啊 我们一定会改变人生 你勇敢因为你会害怕伤反吗 不是那个勇敢 不是那个勇敢 你还小 你不懂 人啊 总要自己给自己希望 爸爸觉得有希望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喂 沈大夫 我那个保姆你真的没有再见过他吗 没有 我也觉得奇怪呢 他还有好几个保温筒在我们这儿 他是不是自己回家了 你筹钱的事怎么样呀 顺利吗 还真有一次机会 能够凑齐宁领的手术费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有一家化妆品公司 想请我当临时总经理 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 是哪家公司呀 这样吧 一会儿啊 我把保温筒刷完了 我带你去看看 行 那我去了啊 你帮我照顾一下宁领 你放心吧 沈阿姨陪你玩好不好 先去吧 怎么了 阿姨 怎么了 阿姨 我爸爸说今天 肯定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受刺激了 为什么呀 他从来那么说我这样的话 他以前都是说我 注意到脚下室里陷了一点 没毛病呀 可是他今天是告诉我 我希望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他是不是见人错乱了 爸爸这么说呢也没错 有希望确实也是个挺好的事 算了 搞不然 免当老婆里点算 来 先把饭吃了 女儿 女儿 我不是你女儿 你去上哪儿去了 你咋才来找爸呢 你别松醒 你 你坐下来 坐下来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是你女儿 我是医院的护士 你啥时候当那护士啊 那我是女儿我是谁呀 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 我想不起来了 那我妈呢 你妈就 找我媳妇呗 那你是谁呀 我是你爸呗 你是患者 你不是要找女儿吗 先把饭吃了 吃完饭不许走 我去给你找女儿 走了你就看不到你女儿了 把饭吃了 到底是谁呀 不光记忆有问题 我看沈姐姐有点问题 喂 高总啊 我有一批新产品要给你 以出厂价的八折价格给你 啥 我们公司出事了 你别听他们瞎说 没有的事 我们赵总出国考察去了 你要不信你问问银行 他们是不是又收信我们了 过两天我们的新产品的广告 就铺天盖地就拨起来了 关照老朋友我才给你 现金留啊 你懂的 好好 要多少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好 快快 就是这家公司 他聘请我当历史总经理 魔女美妆啊 对啊 我还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呢 你别说我还真对你有点光不相看 但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你要知道你前两天还在外面发小广告呢 我纠正一下 我呢是女子健身操教练 发小广告啊那是我的兼职你懂吗 但这跨度你不觉得有点太大了吗 我一猜你就不信 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人家真金白银都给你送来了 定金就给了我一万块 是吗 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了 最辉煌的时刻 你不知道吧 我帮这家公司搞定了最重要的商务谈判 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我发现我自己还是有用的 只要我肯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真的替你感到高兴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也要帮这家公司走上正轨 因为这不光是我的希望 也是我女儿的希望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我现在很期待 期待我人生改变的那一瞬间 你还要帮帮你干什么 你也要帮你了 我都必须要帮你了 你不离帮帮你了 你呢 你要不要去 把这个脑殿检查的一切 都给我抬过来 K哥 猴子 我们走吧 这个状态对了啊 就得自信起来 你看谢明儿现在 越来越有 临时总经理那个气质 有了 K哥呀 我觉得这个事指定能成 好 咋在那儿 孩子 病了 在那儿呢 追 你俩去那边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探头找 好 河大夫 你看不看见我一个病人 就是昨天跟你说饭那个 河大夫 你别给我添乱了啊 我这儿有个孩子大书写 正抢救呢 没工夫跟你讨论哲学问题 对不起 如果你看见的话 第一时间通知我 不好意思 你走这儿干吗呀 他们要抓我 要给我做检查 谁呀 河大夫 他干吗陪难你啊 不知道啊 要添乱 这样吧 你先待在这儿 我有个孩子大书写 正在抢救呢 我一会儿回来看你 河大夫 来了来了 孩子不行了 昨天哪 你做得太好了 你绝对是个人才 我特别看好你 刘秘书 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一切都交给公司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选你当我们公司的临时总经理 那太适合不够了 刘秘书 我想问个事呢 昨天我就发现 这公司怎么那么多要载的呢 是这样 我们公司呢 试了欠点各方面的贷款 不过那都不要紧 受死骆驼比马大 现在我们销售还是不错的 对了 你们看不看过我们的宣传 我当然见过呀 我还用过咱们家的化妆品呢 那就太好了 熟悉产品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其实呢我们非常注重宣传 你像能宣传的地方 你们都能看到我们的 比如说 网络上啊 报纸上啊 电视上啊 就这些我们全都在做宣传 跟你们说 就我们公司欠这点钱 在公司来说 那根本就不是事 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等我们这个现金流运转起来 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你别说 确实宣传力度挺大的 在热搜上 热搜 虽然说我们是品牌公司 但是生热搜有点夸张啊 别闹 别闹 那个 无良商家 魔女美妆 这怎么是骂你们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不可能 指定搞错了 绝对不可能 喂 高总 喂 高总 老刘 你们的新闻都满天飞了 你说要八折卖我的产品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啊 绝对不会 你别相信那些报道 你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啊 我跟你好好地说好不好 我信你才怪呢 便宜没好货 你那批货我不要了 你自己跟媒体交代吧 别别 高总 喂 我 喂 刘民主 咱们公司不能倒闭吧 不会不会 绝对不会 一定是保战弄错了 你们千万不要听起这些谣言啊 大夫 大夫 救救我儿子 救救我儿子 大夫 大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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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太小了 大夫 刘民主 你写的是啥呀 公关稿 公关稿 不管三千二十一 到时候千里就不能承认 这批谈品是我们的就完事了 这么多能行吗 你不找人调查一下吗 我们老板经常教育我们说 全世界每天有很多大事发生 谁有时间关注我们一个 小小的花朵铭企业 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小小的一粒沙子 到时候打死我们也不承认 他们到几天 自己的意思就散了 对了 回头你把这个 念给媒体就完事了 我 你是公司的临时总经理 难道我去让了吗 不行 这个 这个我来不了 你拿老木了就得败事 人家说得对 你给你钱了这 你干啥 你干啥得了 铁哥 工作边干边学 这么点 咱们在这儿排练一下 好 行过 行 来 咱们排练一下啊 来 你站这儿 你俩过来来 你俩站这儿 现在呢 他俩就是要采访你的媒体 如果你俩是媒体 你想问他的定句话是什么 什么都能问呢 对 你心里话随便问 你好 谢总 请问 现在我们那钱什么时候能还 这个不能问 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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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钱能有准信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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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是媒体 你问他俩 能不能再宽限我三个月时间 我肯定把钱还你的 你能说多变了这话 要点理 铁哥 我现在不行了 我这正 你们能不能 别把你们生活的事情 带到这儿来好不好 你不说啥都能问吗 那你没说明的 我错了 长毛 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健身教练 风行踢臀 产后恢复 好 你当教练的时候 不给学员讲话吗 讲啊 上课之前都要讲几句 那就对了 你先说几句好听的话 然后热闹一下气氛 再把这个话题转到稿里 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么简单 你就这么简单哪 那我试试 好 接下来呢 有请谢总给大家减了一个 来 我在会所 一般开场牌是 每个人 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 独自忍受 孤独和寂寞 放弃能找到一万个利用 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 非常好 往化妆品上专层 其实我们做化妆品 道理是一样的 女人对自己就要狠一点 每天保养皮肤 才能增加一分美丽 我这么说行吗 太行了 把词转转搞她了 找这个念 就读就可以了 对 就读 亲爱的媒体朋友们 各位消费者 在这里 作为魔女美妆的总经理 我自己说自己是总经理 心里怎么一点底气都没有呢 有啥没底气啊 我是认真给你写的 接着念 作为磨女美妆的总经理 作为磨女美妆的总经理 向大家承诺 我们一直把质量 视为企业的生命 绝对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我相信 不是 不是 咱们产牌 你有必要把记者请来吗 我没请记者啊 你们搁哪儿来的 干啥呢 我们是媒体代表 和消费者代表 我们要见磨女美妆的负责人 负责人不在 就是他 就是他 不是我 我不是老板 就是他 刚才他自己说的 作为磨女美妆的总经理 我都听见了 咱这么呢 安静一下好不好 这么呢 这屋里呢 太小了 人太多了 我们上一楼大厅 正式地开一个 记者套戴会 让我们谢总呢 给大家 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不好 对对对 好不好 咱们先 先下一楼 好 先下楼等一会儿啊 就下楼等一会儿 来来 一会儿让我们信 我跟你们说啊 老板 等一下 幸好我们事先有准备 反正他们都来了 就照好我念就完了 还想跟我们开发布会了 这两个行吗 怎么不行呢 我们劳导原先总这么做 这不是第一回了 打死我们也不承认 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就要是遇到三洋五打假 那我就完蛋了 打啥假呀 我们一个小小的企业 那些大企业们看不上我们 我怎么感觉 你把我往火坑里推呢 我能害你吗 你走 不是 我的心里没有底啊 你快走吧 再说我也没准备好啊 你来吧 这儿没外人了 你出来吧 这 是不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宁宁隔壁床那个小男孩 早上炉内大厨写送ICU了 深度昏迷 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 只能靠机器维持生命 那小男孩昨天不还挺好的吗 这就是这个病最可怕的地方 说出事就出事 虽然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这样的事 但是一旦面对它 从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 你不是宁宁的保姆吗 你去安安慰她吧 她好像是被吓着了 一直坐在床上哭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 对啊 你不是她保姆吗 我 你快要注意 你 plane 你 minds 你的手术 是吗 娘 娘 咱一定要乐观 等你做了手术 病就好了 我们家里没有钱 我们家没钱做手术 娘娘 你一定要相信你爸爸 你爸爸一定能做的 就是因为他是我爸爸 我知道他做不到 你爸爸一定能做的 叔叔 我的漂亮亮亮的 穿穿漂亮的裙子 求求你了 够的漂亮的裙子了 好吗 求求你了 咱不说这个 生活不满了 禁忌唾脱 感谢在身边有你陪着我 陪我一起风雨中穿梭 陪我一起面对看看哥哥 你说梦想 是一场烟火 总有天会 绽放照亮夜色 世上追梦的人 那么多 难免有人成功 有人示弱 同路的朋友 同路的你我 一起换难也一起 好过醉我 生活总是 会有太多迷惑 谁又能分的情 对对错错 同路的朋友 同路的你我 一路走来 历经了太多太多 让信念在 心中燃起烈火 让梦想的星光 不停的闪烁 让梦想的星光 不停的闪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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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